继续来关心台北101事股案 鼎星集团为了要筹措资金 打算出售手中持有台北101大楼 37.17%的股权 给马来西亚的IOI集团 不过有专家指出 IOI集团主席李申进 近年来在中国福建有大量投资 与中国官方的关系往来密切 尤其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担任过福建省长 因此不排除鼎星想要以试股方式 为大陆事业版图找新门神 略带口音的国语腔调 鼎星101股权的神秘买家就是他 马来西亚IOI集团主席李申进 从中旅游事业起家 跨入地产事业 在马来西亚布城拥有万豪酒店 以及大卖场的李申进 其实事业版图早已经转进 对岸中国大陆 尤其是福建厦门 那他布局的金额大概高达100亿人民币 也就相当于台币500亿 这么大的规模在那个地方 李申进2013年在厦门动工打造棕楼城 号称占地20万坪以上 耗资超过新台币400亿 今年9月又提厦门 信陵湾等建案 集团总市值22.5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700亿元的IOI集团 今年积极扩展版图 现金流其实并不宽裕 不过近期却传出 打算以市价三倍的价格 台币251.4亿元 出手收购台北地标101顶星股权 背后的资金流向似乎并不单纯 他地产的资金 大概就是台币700亿 那已经花掉那么多钱 怎么还有钱来买台北的101 250亿 这里面就让人家相当的疑问 他到底远远不断的资金 来自于何处 现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 就是从福建省副市长起家 专家普惠言 李申进是福建经济统战一环中的 新红顶商人代表 国务院下一个阶段根据了解 很可能会把平潭 厦门泉州 过去习近平治理相关的这个地方 全部纳入下一个阶段的自由贸易区 这里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可能就是未来的福建 要对台湾在经济上的一个统战 所以李申进 他是被外界认为高度响应 这个习近平这样福建建设的 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我们在国安层级的思考上 是不是应该要更审慎一点 特别是我们都知道101是怎样 101不是单纯的一般的大楼 IoI集团与鼎星一拍即合 不仅拉高股价 还能解决鼎星在资金上的燃眉之急 不过路资一云 不愿台湾地标就此染红 包括财经三长已经齐身反对 鼎星将以事故方式 布局大陆事业版图的新门神 可能未必能中效 新台电视程辉模沈威童 台湾台北报道